約定轉帳要轉錢喔 對 然後那個帳號借他們看一下 妳本來要約的那個帳號借我一下 幫妳姐約嗎 還是約到妳姐的帳戶裡面 妳說姐姐那個嗎 對 妳要轉給她嗎 這個也是要投資的 對 應該是她轉給 那是不是我 她轉給妳 那是她約啊 投資是從哪裡得資訊息的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那妳怎麼會不清楚就想要丟錢進去 沒有 不是 我不是 因為她 那是誰的錢 她跟她朋友的錢 都沒有我的錢 那錢要怎麼給妳 轉 所以轉帳給人 可是妳一般約定是妳轉給她 不是她轉給妳 那她大筆轉給人的話 對啊 是不是有點怪怪的對不對 因為她怎麼會叫妳把約定賬戶 她轉給妳 那約定賬戶是妳把錢轉給她 妳沒辦法幫她辦 對吧 這是單向的 因為她的金額其實不高 是她另外兩個朋友的金額比較高 比如說她朋友沒有法事 所以她也要把約定我 然後她才可以轉給我 然後我在設定她的帳號是 好 所以她朋友要先轉給妳 那她朋友既然可以辦約定轉給妳 那她們怎麼不自己去轉就好 到時候妳這個 不要隨便收錢 到時候那個錢來路不明 等下妳被警示 被當成中轉戶頭妳怎麼辦 對呀 妳等一下被當成中轉戶 那兩個朋友錢包從哪裡弄來的 她們轉給妳 妳就變中轉 妳要轉出去 從妳這裡再洗出去 這樣子妳的上會被鎖 我們是建議妳 請也不要接受那種不認識 來路不明的錢 轉進自己的戶頭 了解